男子每次经过这里,都会被大型犬追咬,为了以后不再被狗追,男子决定要给狗狗一个深刻的教训,隔天便早早起来,在昨天被狗狗追过的地方画起了画,很快便把大体的形状画了出来,看着应该是袋鼠了,口袋里还装着小袋鼠,这栩栩如生的画工真是令小编探围观纸。 随后,男子便拿出了彩笔,在地上飞快地涂抹起来,看着手速怕是单身了很久吧,把整体都上完颜色后,男子拿出了黑色颜料,把袋鼠身上的暗布都画了出来,又用橘色在身体上过度一遍,这样颜色会更加鲜艳好看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男子很快便把头部画完,看着完成后的头部,小编陷入了沉思,这和小编见过的袋鼠也不一样啊,这应该不是袋鼠吧? 你们谁知道,男子这画的是什么动物呢?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下我吧,让我看看有多少小伙伴认识这个动物。 男子在画完暗布后,又用白色把身体上的亮布全勾勒出来,这样明暗对比会更加强烈, 最后把它身上的斑点画出来,这幅画基本也就完成了,快让我们躲起来看看狗看到会有什么反应吧。 不过好像并不是那只大猩犬,真是可怜了这两只狗狗了,遭受了无望之灾。 虽然昨天吓到了两只狗狗,但并不是男子想要看到的结果,男子经过长时间考虑,觉得应该是画的内容太吓人了,所以这次男子打算画一块五花肉,这样那只狗狗看到肯定会过来。 随后男子便开启了单身三十年的手速,一会儿的功夫变化完了,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那只狗会不会来吧,今天果然没有让男子失望。 很快,狗狗便随着香味跑了过来,随后狗狗便不淡定了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为什么只能看到,却吃不到。 狗狗不甘心地在附近徘徊了下,觉得可能是幻觉,便给了自己两逼兜。清醒过后的狗狗,毫不留恋地便跑开了,这时男子也走了出来,为了防止别的狗狗当真,便用清水洗掉了。